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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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上对我们是一种鼓励 对我们觉得也满意的 近日 温州市文城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与浙江梧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根据合同 从今年2月份开始 梧桐农业获得三个月的免租 梧桐农业在疫情期间降价销售大米 优先供应文城本地市场 保障民生稳定 此次的租金减免也让企业倍感温暖 这次对我们的公司的减免租金 也是政府对我们的企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我们感觉到很温暖 浙江台不到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各地餐馆的堂食也逐渐地恢复了 不过从出菜到上桌 这变化还真不少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今天上午 温州瑞安的几家餐饮业龙头企业 举行了集体复工复产仪式 并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 当地商务局工作人员也检查了这几家餐饮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 全面了解酒店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在葡萄园宴会中心后厨 厨师们戴着口罩 手套 正着手准备晚上要用的菜肴 厨师们做菜方式不变 但出菜的形式位于以往大不相同了 在京华万达广场 餐饮店也陆续开放堂食 一些餐馆的人气高了不少 但是防护力度也丝毫没有降低 顾客需要出示绿色健康码 登记入店 隔位而坐 就餐秩序谨然 此外 餐饮单位还将按照要求加强开窗通风 并且专门设置防疫物品垃圾桶等工作 疫情之下 被改变的还有传统的就餐习惯 在舟山很多饭店的餐桌上已经有了新变化 昨天傍晚 舟山新城一家餐饮店正在营业 大厅里每张餐桌上都备有工勺工快 服务员在上菜时也会劝导大家多多使用 不少食客表示 今后也会试情况在家庭聚餐等场合使用工快工勺 以后我们这个家庭聚会啊 我们确实也是要采用这种方式 对我们确实也有好处用工快 为了更好的应对输入性风险 各地积极组织社区力量 通过加强政策宣传 人员排查 信息核查 健康码应用等方式 做到守好小门 住牢铁壁 持续致密之牢防疫网络 上午9点 在泰州玉环玉城街道 后腾阳村的办事大厅内 三名四川的租客正在填写登记表 根据规定 卖来人员返回玉环后 需第一时间向村里报告 在相关信息登记核实之后 才可入住 我昨天晚上12点钟到达 自己开车过来的 这个本来就要到处都说要自己过来登记嘛 我们早就知道 这些手细全部都做好了的 此外 在美洲的消防整治日 街道工作人员也会联合网格员 对新近外来人员进行地毯式排查 重点核验健康码身份证 现在玉城街道加强了对各个城市区卡地的介绍 每天要求K载测量体温和健康码的检查使用 确保群众的生命摧残 在离水市青田县游竹街道彭阔村 网格员王林光正在将责任网格住户的情况 反馈给本村防疫组组长 今年66岁的王林光能够对住户的情况对答如流 主要归功于他手中那张自制的疫情防控地图 我们把普通的平面图绘制成了疫情防控图 图文结合实际 对彭阔村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排磨 确保不漏一户一阵 对我们下一步新一轮的侨情排磨 打好了一定的基础 他要是怎么回来打算 台北转机 台北转机是吧 在长兴县志城街道 黄家湾小区居民师傅的家门口 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询问着 他女儿计划从国外回长兴的情况 社区人员主动上门沟通了好几次 虽然问得很细 但是我们也能够理解 主要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而对境外人员返回信息的提前掌握 则来自于楼道长 洪管家 社区干部的三方联动机制 因为洪管家和楼道长 一直是在我们小区里面 对于我们整一个小区 整一个楼段的基本情况 都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通过他们 我们能够非常有效 也非常及时地知道我们 这个楼道里面的各个信息 目前 皇家湾社区已采集到 40多名境外人员信息 分布在大大小小26个小区 社区将根据摸牌数据 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浙江台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张面孔 为了有效地防控境外疫情输入 里水清田成立了机场服务组 而金华永康则成立了 战役接机小分队 24小时驻扎在机场 为境外反证人员 进行点对点的服务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认识一下 其中的两位 正在利用休息间隙 和女儿视频聊天的 是里水市清田县 驻萧山机场服务组 医护人员雷珍珍 她已经离开四岁的女儿 一个多月了 我和她约定 我说妈妈是去寒州打快兽 打完快兽就带你去看 动物 长几路 熊猫 然后她才舍得让我走 结束短暂的视频 雷珍珍就开始了 新一轮的工作 当晚9点25分 一架由沈阳 飞往杭州的航班落地 这班飞机上 有多位清田级侨胞 他们要经过体温测量 流行病学调查等 长达四个多小时的 严格筛查 再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接走 凌晨1点30分 雷珍珍和同事们 换上防护服 进入机场流调点 统计人员信息 安排返轻车辆 忙完这些 已是凌晨4点 我靠着那些朝邦们 能平安地上车 能安全地到家 我觉得我们苦点 累点都是值得到 昨晚7点多 永康战役阶级小分队队员 在护坤高速 金华入口处 接到了一名 刚刚从德国 返回永康的留学生 回程路上 队员程春雷 一边联系所属乡镇 核实相关信息 一边马不停蹄地 将他送往指定隔离点 想到日子 心里还很忐忑 我现在觉得 其实还是很温馨的 就是防疫人员 都非常的负责任 各个工作都做得非常到位 将这名留学生 送回永康 并做好交接工作后 凌晨4点 程春雷和队员们 又赶去执行 下一趟接机任务 基本上 基本上一点到五点 我们要下班的话 基本上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 从3月10号开始 永康对境外繁勇人员 实行点对点接收 专车从高速金华入口 和义乌机场两个点 将他们直接接回永康 每次程春雷和队员们 都会提前到达接收地点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浙江台报道 今天上午 湖北襄阳人马晋母女俩 从富阳踏上了返乡的归程 马晋在富阳生活了51天 这其中还包括14天的隔离期 临别之前他动静地说 富阳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还会再来 马上要离开浙江富阳 返回家乡湖北襄阳 马晋特别不舍得 他从行李中 拿出一件特别的礼物 是隔离点所在的大西村 为他颁发的荣誉村民证书 我已经把富阳当成第二个家 而且我是这里荣誉村民 他们对我也是依依不舍的 我都把他们当成亲人 非常感恩他们 1月22号 湖北襄阳还没有确诊病例 马晋从家乡出发 赶到富阳 看望在这里 参加美术高考前集训的女儿 但随着疫情发展 他们有家难返 因为来自疫区 1月27号 马晋母女俩 被安排在洞桥镇大西村 一家民宿 隔离14天 我在想我女儿 万一住在这个地方 她还要明天参加高考 画画是不是受影响 心里感觉特别沮丧 特别害怕 我就哭了起来嘛 让马晋想不到的是 隔离观察点地处山顶 可以俯瞰青山 室内环境优雅 跟度假没两样 马晋曾这样形容 天好地怀疑人生 现在她要离开美丽的富养 马晋有些舍不得 好纠结啊 就又探望着回家 又舍不得这里 我觉得我过了一个人生中 最有意义的年 浙江台报道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 正在全球蔓延 而医疗救治没有国界 今天浙江台医院 发布了新冠肺炎防治手册 将救治的经验 分享给全球 今天正式发布的 新冠肺炎防治手册 是浙江台医院 通过两个月的实战后 专为全球其他 疫情严重国家 紧急撰写的 新冠肺炎防治系统方案 手册共64页 7000字 分为防控管理 诊疗经验 与护理经验 三大部分 涵盖筛查 隔离 检测 诊治 康复的全流程 目前手册 已在线发布 中文版和英文版 浙江台医院官网 阿里云官网上 都可以查询 接下来 意大利语 韩语 日语 西班牙语版 也即将发布 今天上午 浙江台医院 还与美国耶鲁大学专家 进行了远程视频连线 对方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 浙江台医院 多个科室的专家 针对性地进行了解答 所有的病人 以及密切接触者 还有携带者 一定要隔离 我们中国的话 隔离是最好的预防 目前医院还接到了 来自意大利 阿根廷等多地 大学及医疗机构的 交流需求 知识是无国界的 人类面对的病毒 是共同的敌人 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要毫无保留的 还要经常的 通过不同方式的 进行一个合作和交流 浙江台报道 这两天 浙江各地民间 持援武汉的行动 依然在继续 各种满载着浙江人民 祝福的救援物资 也奔驰在赶往武汉的路上 在长兴金三发集团厂区 工作人员把一箱箱 刚下线的棉柔筋 搬运上车 纸箱上用记号笔 写下的武汉二字 标注着这批物资的 最终目的地 前期我们通过 武汉市慈善总会 与湖北的几大医院 进行了对接 他们的医护人员 以及病人 确实需要这些 面部清洁产品 这批棉柔筋总计一千箱 将分别送往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等 多个新冠肺炎定点治疗医院 这几天 宁波奉化 同兆村的15家冷冻企业 异常忙碌 工人们将优质的小黄鱼 挑选出来装箱 从3月6号开始 同兆村的渔民们 自发地进行募捐 用募捐的善款 购买当地渔民捕捞的 东海小黄鱼 希望这些货物 能够顺顺利利地 到达武汉医区 这也是我们渔村人民的 一片心意 将小黄鱼运往武汉车程遥远 如何包装成为关键 为此15家冷冻企业 还在包装上下足了功夫 力保送往武汉的小黄鱼 肉质鲜美 目前这8000箱东海小黄鱼 将尽快运往武汉抗疫一线的 13家医疗单位 在里水浸云 一批满载父老乡亲思念的 浸云涂爽面 启程发往武汉 这批爽面将通过邮政 送至武汉市所有疫情定点医院 隔离点 这里总共500斤 浙江台报道 杭州发布通告 从今天开始到3月31号 工作日上午的7点到9点 下午的16点30分到18点30分 主城区公交线路 和已经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 实行免费乘车措施 今天是这一措施实施的第一天 那么来享受免费出行服务的人 到底多不多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上午7点半 记者在延安路的几个公交站看到 陆陆续续有乘客来挡车 每辆公交车的车头位置 都已经摆上了早晚高峰时段 免费乘坐的告示牌 乘客只需佩戴口罩 并向司机出示健康马绿马 即可乘车 只要出了健康马 就给免费上车了 差不多跟瓶子一样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客座率不会过高 杭州公交的部分车次 增加了发车频次 例如187路公交车 之前高峰时六七分钟一趟 今天差不多四五分钟就发一趟车 挺方便的 挺好的 平时都是上班的 所以我就感觉都是差不多的量子 在杭州地铁凤起路站 记者看到 有工作人员在进站口 发房地铁单程车票 而对于使用储值卡 和电子支付的乘客 只要在七点至九点间出站的 都不予扣费 他刚刚有冻结 车销九元没有化 挺好的 据了解 杭州地铁从周末就已经开始 从设备客流应对 车站人员三个方面进行了准备 并将对客流实时监控 如果出现大客流 将在入站口采取客流管控措施 同时加开列车 在每个车站都有专人加强引导 据统计 今天早高峰七点到九点 杭州地铁近站客流为 19.21万人次 对比昨天同一时段 增加了5.17万人次 目前杭州地铁全天客流 在92万人次左右 已恢复到疫情前50%的水平 地铁方面也建议 老人和小孩 尽量不要在客流高峰期出行 此外 今天起 杭州水上公交主乘区所有线路 同样实行工作日早晚高峰 免费乘船措施 在免费乘船的时间里 只需出示健康码 戴好口罩即可乘坐 不需要刷卡和投币 没有申令健康码的老年人 或未成年人 可以凭相关通行证明 经体温检测正常 方可乘船 浙江台报道 今天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了 关于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 对不同场景下戴口罩提出了科学建议 引导公众要科学佩戴口罩 接下来我们将以快文快答的形式介绍给您 普通公众在哪些地方可以不戴口罩 居家户外 无人员聚集 通风良好的地方 可以不戴口罩 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或医用外科口罩 在中低风险地区 如办公 购物 餐厅 会议室 车间等 或乘坐乡视电梯 公共交通工具等 公众应随身备用口罩 在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 小鱼等鱼翼米时要戴口罩 咳嗽或打喷嚏等感冒症状者 以及与居家隔离出院康复人员 共同生活的人员需戴口罩 在高风险地区 公众要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对于特定场所的特殊人群 该如何戴口罩 对于特定场所人员 重点人员 职业暴露人员等特殊人群 在中低风险地区 日常应随身备用口罩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或医用外科口罩 在人员聚集 或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 小鱼等鱼翼米时戴口罩 在高风险地区 工作人员戴医用外科口罩 或符合KN95 N95 及以上级别的防护口罩 其他人员带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浙江台报道 随着气温回暖 我省各地的春茶 逐渐进入了采摘期 今天的空中看浙江 我们就一起跟随航拍镜头 来走进茶园 感受一下茶香四溢 那我现在是在 宇航街道竹园村的茶山上 那在我身后呢 来自杭州离安 安徽广德的20多位采茶工 正在进行春茶采摘 按照一牙一叶的标准 目前每人每天可采摘六斤鲜叶 于航共有六万四千多亩茶园 这两天少量枣熟品种 比如乌牛枣已经陆续开采 而有着一千两百多年历史的 静山茶 已即将在本月下旬左右 大面积开采 为了打开销路 茶农们也是想出了不少的新招 采用开微店 做直播等云销售的方式 让这里的茶香 飘往更远的地方 我现在是在武艺郁清香 厚树岭茶叶基地 郁郁葱葱的茶园里 幽谷清泉 茶缕飘香 从航派的镜头当中 大家能够看到 四十多位的采茶工 分布在一笼笼的茶笼间 忙着采摘春茶 随着气温回升 眼下春茶已经进入 全面开采阶段 主要以武艺本土主栽 枣茶品种春雨一号为主 接下来春雨二号 龙井四三岛 也将大面积陆续开采 我们了解到 针对大面积开采 所带来的茶工荒问题 武艺县早做谋划 一方面通过县内 南北区域调剂 复衔采茶工 另一方面 积极做好外地采茶工 来武的防控指导 确保春茶 能够顺利文产保收的情况下 也能实现安全生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泰顺县市阳镇的万牌茶园 随着气温的回升 茶园近万亩茶树陆续进入采摘期 通过航拍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漫山遍野的茶树 郁郁葱葱 不少茶树顶端 已经吐出了一片片嫩绿的鲜芽 茶园现有面积一万多亩 茶叶主要品种为龙井四十三和本地群体种 目前基地每天都有近百味采茶工 在茶园进行春茶采摘工作 每天可采摘两千多斤鲜叶 未来几天将迎来采摘旺季 四月上旬将大规模上市 浙江台报道 用真实调查让谣言现出原形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桌摇剂专栏 最近网上有传言说 红酒多酚有类激素作用 喝红酒可以延缓新冠肺炎的病情 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经过核实 这种说法是谣言 红酒多酚并不存在类激素的作用 而且治疗新冠肺炎激素也并不是首选 最重要的是喝酒伤身 大家还是少喝为宜 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做饭的时候多放一些花椒或者是咖喱 可以预防新冠肺炎 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经过核实 这种说法也是假的 花椒和咖喱是不错的调味料 但是对于治疗新冠肺炎 基本上是派不上用场的 而且没有任何一种食物 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地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 吃好每一餐饭 这才是最重要的 看完了周遥记 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栏云搜索 随着湖北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逐渐的好转 从昨天开始 来自青海 新疆 天津 海南等省市的原厄医疗队 开始有序地撤回了 各省市也热烈地欢迎英雄们回家 英雄回家了 但是白衣天使们奋战在一线的身影 依然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最近由黄亚洲作词 张曼丽作曲 朱丽燕演唱的歌曲 《我们是金门》完成了录制 来自浙江的艺术工作者们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浙江和金门 携手抗议的深情厚意和坚定的信心 打开阳光地使我们金门 在这个所将神秘的早晨 我们自古是尽处的象征 我们是怒涛不是沉沦 我们是怒涛有魂 我们用胜利回答挑战 远远的光荣永恒的敬恋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科学控疫情 统筹谋发展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